1821年5月5日下午5点49分 在南大西洋圣赫勒拿火山岛 一位老人在生命的最后尽头 法兰西军队先锋队 没说完就烟气了 这位老人就是拿破仑波拿马 我一生四十次战争 胜利的光荣被滑铁路一战就抹去了 但我有一件功绩是永垂不朽的 这就是我的法典 拿破仑死后 圣赫勒拿岛总督将其遗体匿名埋葬 直至19年后 英国同意将拿破仑的遗体返回法国 1840年12月 拿破仑的灵鹫被接回巴黎 灵鹫通过香榭利大道穿越凯旋门 最终葬在塞纳河畔的荣军院 这使拿破仑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拿破仑波拿马 19世纪法国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 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缔造者 他出生于意大利贵族世家 但因常年战争家族不堪忍受 举家搬迁至科西加岛一行的庇护 最终定居到科西加岛的阿雅克销城 1768年5月15日 法国从热纳亚人手里埋下了科西加岛 科西加岛归属于法国 这也是拿破仑传奇一生的故事开端 拿破仑的父母共孕育了13个孩子 其中只有8个活到了成年 父亲卡洛以意大利贵族身份 争取到了贵族学费 但只争取了拿破仑和哥哥约瑟夫两个人的 后来拿破仑又孤身前往法国布里埃纳军校 接受教育 这一年拿破仑年仅10岁 学校里的学生对于这个法语说的还不流利的 外来者十分排斥 在这里啊 拿破仑没有朋友 没有说话的人 唯一喜欢的就是数学 但有他喜欢的军事游戏 说有一年的冬天啊 大雪纷飞 整个校园不多时就被白雪覆盖 拿破仑提到操场大雪上 在拿破仑的带动下 同学们用雪建造了壮观的 以军事艺术全部规则为依据的城堡 还配有四个冷宝 拿破仑仅然有序地组织同学们 分为两支军队 一方攻另一方守 轮流指挥两支军队 无论是攻是守 他的战术策略源源不断 层出不穷 拥有同一个指挥官的双方 打得不可开交 信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教师们不得不对这场战役的指挥者 拿破仑另一眼看待 拿破仑站在高筑的雪塔上 在大雪纷飞中挥齿方球 冷静地指挥进退 用战术巧妙地牵制敌方 宛如一位真正的主帅 在指挥千军万马 学校老师和同学们 终于认识到拿破仑的才华 精密而敏锐的思考 果决的判断和灵活的指挥 在学校的五年时光 如白居过系 拿破仑各方面的知识 都在军校的训练中迅速增长 就这样 拿破仑以其优秀的成绩 及出色的军事天才前置 被校方保送到巴黎军官学校深造 这所学校在法国名声极甲 学校师资阵容强大 设置了数学 法文 历史 地理 德文 英文 制图 基建等课程 是一所培育国家栋梁的学校 但拿破仑仅仅凭借七个月就毕业了 并获得少尉的军衔 十一月更是加入拉斐尔抛兵团 这一年 拿破仑十六岁 由于拿破仑出生于启蒙时代 所以用自由平等不爱对待这个世界 也想用这三个词改变这个世界 1789年7月14日 巴黎人攻占巴士领域 拿破仑在家信中写道 看着吧 这种局面不会持续很久 但随着革命规模不断扩大 拿破仑发现 这场革命将一发不可收拾 但也许他能从中获益 1792年 大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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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宅 大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前往意大利任职 新婚得意战场胜利 拿破仑再一次打了胜仗 在法国传来一次又一次的捷报 而约瑟芬也俨然成为了巴黎的女王 参加各种聚会沙龙 人们巴结她奉承她 因为她是战胜者拿破仑的妻子 而约瑟芬却对拿破仑急温冷淡 很少回复拿破仑信件 甚至有了自己的小情人 拿破仑远在意大利受着相思之苦 在给约瑟芬的信件中写道 今晚如果没有你的来信 我会多么绝望 想想我吧 哪怕不屑地告诉我 你不爱我 我身上还有什么能唤醒你的怜悯 15天之内 法军赢得了6场战役 缴获21面军旗 55门大炮 俘虏了17000人 还占领了许多富庶的要塞 最终打败了奥地利人 从此 拿破仑被称为了不可战胜的战神 敌人只要提起他的名字 就会恐惧 但胜利的喜悦 并没有冲淡对约瑟芬的一丁点思念之情 6月 拿破仑因约瑟芬来到米兰 而极为兴奋 拿破仑与约瑟芬也可以说 迎来了第二次蜜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